如果你是一村之长,任职一大三次中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和拥有余处未被开发的瀑布,你会怎样利用和带领村民致富呢? 这次我来到广东上头长廊区红长镇,受粉丝朋友邀请进入山区农村。 这里就是红长镇后菜村,一个位于广东上头大南山腹地且建在海拔三百多米的山顶村落。 这里就是后菜村,后菜村不姓菜,而是姓林和姓中。 这个村子原先叫做后田村,村子由来是后田村和菜别村合并,后来还改称后菜。 到这个村口这里,这里显得非常宁静,因为毕竟是在山村里面嘛,很多年轻人都是外出去打工了, 留下来这里的大多数都是一些老人。 后菜村位于红长镇中北部,距离镇区约7公里,是丹兰山红树乡村之一,也是一个蠢龙山区。 偏僻且多后导致人口流失非常严重。 2005年由后田、菜肥两个人数不多的山村合并而成。 后菜村这里皆为山地丘陵,由于土地平级,可用于农耕的土地并不多。 村民除了在仅可利用的山坡上种植少量茶叶和看汉教的芳属之外,基本靠外出务工。 这也使得一个原本人口有一千多人,两百多户的村落,现在的常住人口仅剩一百多人。 去说这里贫穷落后,当市民放相当存福。 来到这里仿佛创业在三世纪七八十年代,这种远离了城市的讨扰,使得伤心得到示范。 走进原子的石头屋建筑群,感受宁静的乡村漫生活也不视为一种享受。 唯一避兜的就是村子在丹兰山的布地中,作为森林纸贝猫咪,经常有野只出没,破坏农田作物。 这就很做改变了。 对,你讲了。 没了,没了,这个比较就属于学生安好。 你好,很高兴。 好,很高兴。 我们都整广州了,整广州了吗? 整广州都去山洞,吃了一碗,所以是吧? 这都想山洞吗? 对,对,谢谢。 那这种南洋,给它做一个? 对,很高兴。 蔡北村是一个建在山谷的村落,常住人口不足二十人,也是自然生态保存教化的地方。 这里山谷溪流众多,百年古事成片, 是一处男人可贵的乡村的游地。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这里在前两年几乎变成一个五人村。 近年来随着人们比较向往原生态的乡村生活,也经常有外地游客慕名来到蔡北村游玩。 而轻移在外的村民也渐渐重视起家乡的发展,逐渐恢复生机,在这里会更加的让人觉得自身于世外逃云中,走在寂静的村子, 吹吹上风,天听大自然的声音,和树林中鸟儿清脆的鸣叫。 这种与大自然融合的感受是非常舒畅的, 静静的乡村之旅并不足以吸引到更多人喜欢。 如果有一条山下落差近三十米的瀑布,你会爱上这里吗? 跟着我镜头带大家来一起看看。 这里是蔡北村,休息城南处。 然后从这个蔡北村这里,有一个山山口往这条路一直走,就可以到达那条瀑布了。 这里的路不是太好走。 其实这个村子如果是将这里的景点结合一下,还是可以把...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林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林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林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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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